沿着骑楼走走逛逛 看到一间咸俗鸡店传出音乐声响 白衣男子走过来走过去 找到声音来源是一颗小海螺 竟然趁着夜着转身没注意 拿了就走一去不回头 我听歌我就会很专注 结果我没有声音 我想说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结果我一看蓝牙不见了 才发觉说东西被盗了 在新北市新庄这个位置做生意17年了 老板娘从开始被料 就会把手机连接蓝牙喇叭 一边听歌一边工作 没想到23号下午2点多 才把目光移开一分多钟 音乐突然停了 调阅监视影响 原来小偷趁着他站在旁边 整理台面偷走蓝牙喇叭 立刻报警求救 远景将监视画面放大再放大 仔细看看这名白衣男子 立刻认出他是附近贯切 远景他们其实我觉得警觉性很高 因为看了监视器了之后 他马上就有认出来 这是两个月前 就是也才刚翻过的嫌犯 对那马上就叫我们 就是晚上的时间去做笔录 下午2点多发生切案 远景傍晚5点就掌握身份 随即通知对方到案做笔录 警方调查这名男子年约30多岁 疑似习惯性拿走别人的东西 去年还因为偷走车主 放在机车上的火锅料和香烟被判刑 但多次被逮没有学乖 这回听到骑楼有人放音乐 竟然把音响带走 好在警方动作快 迅速找到人 把小海罗找回来物归原主 也提醒周遭店家 务必看好贵重物品 别再被小偷盯上 TVVision讲目与李杰新闻市场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